臣妾恭迎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既然宴请皇上怎么就这几道菜啊 张大军 行了 是 皇上 臣妾有个不勤之勤 凭这几道菜最好不要喝酒 这样才能品尝出臣妾的厨艺 好 这些菜都是你亲手料理的吗 都是些南方人的做法 臣妾手脚太慢 所以只做了这几个 够了够了 这一道是白斩鸡 皇上请尝尝 这白斩鸡要看它好吃不好吃 只要先尝一块鸡胸脯就足够了 好吃 真是好吃 不温不火 入口清凉肥而不腻味道鲜美啊 好吃 来来来 夫人快快请坐 坐吧 好吃啊 这到底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烹调者的心情 皇上 臣妾是带着万分的诚意 做着一桌韭菜 来表达对您的歉意 皇上 皇上 你们已经开始吃了 季王 季王 对不起 臣妾来晚了 季王 季王 皇上恕罪 皇上 臣妾忘了跟您说了 臣妾约了敬王来 因为敬王对臣妾有些误会 误会 没有误会 皇上 我跟他没误会 皇上 喝多了吗 我没喝多 贾头军 我只喝那么一点点 是 是 是 花蕊夫人 皇上对您可是真好啊 这皇上是天天都宠幸你 来来来 我敬您二位 我祝你们白头偕老 早生贵子 来 喝酒 皇上 你胡说什么 皇上 他 他可是祥妃啊 祥妃也是人哪 祥妃 他只能算半个人 是我们兄弟俩抬去他了 张大军 把他送回去 是 我 季王 我没喝多 季王 咱们走啊 我还好喝的 不是 季王行了喝 别再闹了 季王 我还好喝 回去喝 回去喝 季王 季王 好了 好了 季王 咱们走 别拉我 咱们走 别拉我 季王 别让我走 我还要喝酒呢 寡人夫人 皇上 喝呀 皇上 小娘子 国主到汴京迎娶新人 却不想让外界知道 可见国主心里有多么不高兴 小娘子 您可以明白国主的苦心了吧 我就是明白他的苦心 我才不要为难他 大师 佛祖不是说 要人断私情 生化为对众生的爱吗 我这是在断私情 你为什么不帮我落发 小娘子 您红尘未断 俗远还伸着呢 请回宫吧 你胡说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出家了 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出家 怎么还恋恋不舍的来送国主呢 我只是 我 我只是 小娘子 还是回宫吧 在宫里修行也是一样的 贫僧这几日要到北朝护国禅寺参加法会 您有什么疑虑就等贫僧回来再做商医 我知道你在敷衍我 可是我出家的决心已定 你要是不帮我剃肚 我就找别人剃肚去 小娘子万万不可 别的师父对您不了解 他们不知道您的来龙去脉 我不需要他们知道我的过去 只要离我进佛门 往后的人生我自己做主意 小娘子您看这样如何 您随贫僧去北朝 让佛祖来做主 请您对佛祖有信心 去北朝找大师 季王 礼狱一行啊已经过疆了 楚州的官员正一路护送他们往北来呢 好啊 那我们就按照皇上的旨意 前去归德府迎接他们走 要不然你先去 怎么回事 我堂妹那儿啊我还没搞定 我再去下一番功夫 你 你知不知道这新郎都到了 新娘还没准呢 你 你这是要闹出笑话来的 我知道 我堂妹的脾气太拗了 这不昨天 跑到庙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抗旨啊 也不都是她的错 她一开始就没答应啊 那这么说是你了 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看不如这样 你先去接礼狱 我呢 再去找我的堂妹做最后的努力 好吧 好吧 庞哥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 二位请 小娘子 二位请稍等 师父 我刚才看到赵璞气冲冲的出去了 是不是庙里有人得罪她了 大师 我们不是要去参加法会 你要介绍老师父让我认识吗 小娘子 我刚才打听到一些事情 好像不太对劲 送朝廷安排要嫁给国主的那位公主 她出家了 出家 都要嫁人了 为什么要出家 难道 是姑娘不答应这门婚事 公主从一开始 就没答应这门婚事 而且 她也好像不是真正的公主 她是赵璞的堂妹 赵璞 大宋国的赵璞 不对呀 既然一开始就没说定 他们为什么要国主选定日子 过江迎娶呢 问题就在这儿 新娘子都出家了 国主去娶谁呢 除非大宋的臣子 另有别的人选安排 大师 如果他们是存心要骗国主过江呢 这 不像是一个上帮皇帝应有的作风啊 小姐 那国主 会不会有危险啊 大师 他们万一是要存心骗国主到汴京 那有没有新娘就不重要了 大师 大宋有阴谋 国主她有危险啊 难道这真是朝廷的对策 是皇上的意思 不 皇上不是这样的人 那么是照谱瞒着皇上一些事 就算照谱瞒着皇上 他也是为了大宋朝廷啊 我该不该去救国主呢 国主 贵德府到了 为什么 特别 irrigation 你给既能不能送架 快去啊 快去啊 抓住 教官 快去啊 高 вообще Nit children 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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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郭主 没事没事 搞什么嘛 郭主下马车的第一步就这样 宋朝廷是怎么伺候的 许 小点声 人家只是疏忽 别想的太多 郭主 既来之则安置 请一切以大举为重 驸马爷来了 这一路上辛苦了啊 本王赵光义特在此迎接 以后您从这儿到汴京的路上 这安全问题都有本王来负责 怎么着 这新郎官摆臭脸 也是你们江南的风俗吗 下官韩熙仔 下官徐游见过晋王 不敢的 我国主舟车劳顿 身心疲倦 请晋王见谅 晋王见谅 本王只是觉得呀 这小老百姓结亲 也得讲一个颜面和礼貌 更何况你们这是皇家呀 你们要知道 这门亲事弄不好 可是要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情谊 既然国主这么不高兴 你当时为什么不拒绝呢 你何必要把这不痛快带到这儿来 晋王息怒 晋王息怒 国主 晋王是大宋皇帝的弟弟 他也是奉了皇帝之命来的 得了得了得了 李国主 本王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门亲事既然定了就必须解 是是是 你们在这儿先休息一晚上 好好好 明天早上随本王入京 国主 王爷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没有本王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为者斩 是 王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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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直接到知府关上去 是 驾 晋王 出大麻烦了 瞧瞧你这么慌慌张张的 怎么回事 戏娘子 出家了 出 这 这怎么办 我原来以为他是躲到了庙里 可不曾想着他连头发都剃了 什么 这不搞出笑话了 皇上知道吗 我这不是没敢禀报的 不说怎么行 我有两个好办法 你听听 我有两个好办法 一个呢 是给李渔再找个新娘子 以免有损皇上的威仪 再就是 晋王 你想 皇上给李渔赐婚的目的是什么 抛开个人的因素先不说 皇上给李渔赐婚 目的在于收服李渔 好收编江南 把江南纳入我大宋的版图 好完成统一大业啊 你的意思是 要借这次机会扣住李渔 皇上不是说过了吗 等和李渔结了亲 就让李渔住在汴京 这样 我大宋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直取江南 如果李渔他不肯住在汴京 我们怎么办 我大宋不是还得出兵 讨伐江南吗 与其这样 不如这次把他扣了算了 可是这样做 皇上未必能答应啊 我知道 所以我这两个法子 不正要和你商量的吗 按理说 李渔这次带的人少 要想拿他 这绝非难事 可是这么做 会不会引起江南各国的民怨呢 而且 现在蜀中情况尚未稳定 我怕皇上 要顾及天下人这么想啊 俗话说兵不厌诈 俗话说兵不厌诈 而且这次的成婚之事 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 又少许人知道消息 等事成之后 咱们就随便给他说辞不就完了吗 这个方法可行 但是 此事关系重大 我们不能一次都堵上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要不然这样 要不然这样 咱们呢 再另外安排一支兵 秘密劫持 这样既牵涉不到朝廷 你我二人也撇得干净 到时候 你我二人再向皇上请罪就是了 好 我现在 就会开封调兵 好 我去安排 和氏下手的地点布置路障 你我二人分头行动 好 站住 干什么 怎么了 出去喝顿酒都不行吗 我说 你们是叫哪门子待客之道啊 今王呢 把你们今王叫来 岂有此理 小娘子 大师 是这里吗 这么多人守护 应该就是这里 小娘子请在这里稍后 贫僧去跟军爷打听 小姐好像进不去呀 大师 守军怎么说的 他们不让进 也不给传话 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得想办法 把消息送进去 国主 问出来了吗 问出来了 外边守军的军爷说 前面黄河古道发大水 路断了 等路修好了以后才能启程 既然是修路 晋王为什么不方便告诉我们 都已经等了两三天了 他至少应该出面告诉我们一下 守军的军爷说 晋王带人去修路了 既然晋王带人去修路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而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 朕看他们是想把朕软禁在这里 国主 下官想好像他们觉得 国主不乐意这门亲事 怕国主后悔 所以才要限制我们的行动 朕是不乐意 但朕也不能稀里糊涂的 就被他们软禁在这里 国主说得对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事情真正的情况弄清楚 那 upfront 林公公的 林公公的 公公都好 李觉得 Blade 去吧 娇娇 试试君爷 还好 不太臭 小娘子 韩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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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 韩大人 是你们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照顾他们假借婚娶之名 要扣留国主 果然不出我所料 确实有问题 可我们现在回去 调兵也来不及了 这 韩大人 眼下除了大宋皇帝 没人能救国主了 只有冒死去求大宋皇帝了 走 我们即刻赶往汴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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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下官是江南唐兵部上书韩西仔 也是此次陪国主来迎亲的礼宾使臣 我有上帮皇帝批准的进宫诏书 我等有急事要觐见皇上 请 好 夫人来汴京也好一段时日了 你还觉得习惯吗 北方的天气比较寒冷 初来乍到的人总是会不适宜 尤其是你 还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真是难为你了 天气冷 人情冷 心情更冷啊 承蒙皇上厚爱 臣妾已习惯了 朕没有想到梦常会死得那么早 朕也很难过 是朕对他保护不周 但凭这一点 朕就应该向你表示歉意 人这一辈子 常常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常常会有不愉快的事情 就连朕这个皇帝 也不见得世事都能够顺朕的意义 朕的为人如何 朕就能够想到夜宿 朕也不愉快的我 那是朕不愉快的事 朕不愉快的事 他就说你 朕不愉快的事 公公 启禀皇上 内侍来报 说是江南的使臣到了 有急事 好 朕马上过去 是 夫人 朕改日再与你祥谈 真的不行啊 同容一下让我们都进去了 这是规矩啊 小弟也没办法 别急别急 汉大人 大师 汉大人 只让我跟大师两个人进去 有劳汉大人和大师了 好吧 你放心 我们定他全力以赴 大师 走吧 好 臣韩夕仔 贫僧江政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韩夕仔 臣在 奏书上说 你是随着礼遇进京迎娶的官员之一 怎么 你没参加 皇上 臣正是为了此事进京禀告 请问皇上 我国主婚配的对象 是否还是赵仆大人的堂妹 没错 就是她 可是那位公主已经落发为泥了 皇上不知道吗 胡说 她已接受了朕次的公主封号 怎么会落发为泥呢 皇上 果然被蒙在鼓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来吧 你们二人起来回话 谢皇上 皇上 贫僧前来参加护国寺的法会 无意中看到赵婆大人 及那位落发聚婚的女妮 贫僧私下想 如果皇上知道新娘已经落发 断不会要江南国主远来劫亲 除非皇上 被蒙蔽了 皇上 臣等与国主来到归德府 与晋王见面之后 原本说好次日启程来汴京 然而我们一驻数天并没有动静 而且他们还限制了我们的行动 臣不得不起疑而溜出了驿馆 刚好碰到江政大事 臣才知道事情确有蹊跷 皇上 臣不敢妄加揣测 但臣的确担心毕国主的安危啊 好你个赵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竟然满着朕 连光义也满着朕 就算他们别有打算 也是为了我朝一统天下 朕也不应该在这两个人的面前 拆自己臣子的台 朕不如装傻算了 皇上 身为臣子 臣有责任维护毕国主的安全 现在也只有皇上能救毕国国主了 皇上 两国结因 本是喜事与人的权 即使因缘畏惧 联姻不成 但两国的情义还在 请方江南国主汇聚 大师是出家人 出家人的目的在于弘法 弘尘俗事是否管得太多了 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皇上 贫僧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但贫僧在佛门 甚至人与人相处皆有姻缘 要见善缘还是恶缘 近在一念之间 贫僧相信善缘会带来善果 看来大师是尽得佛祖慈悲的真传了 修为无人能及 你若求情 何不去求佛祖啊 皇上 臣常听人说 大宋皇帝宽厚有德 重情重义 光明磊落 既然我国主是为了取亲而来 皇上不会打算这一次 就扣住我国主了吧 为了统一天下的最终目的 扣住他要如何呢 朕一直以慈悲之心 解决这个问题 不想因为征战而造成百姓的伤亡 皇上 您建立大宋开拓版图众人拥戴 是个铁蒸蒸的汉子 而我国国主穿不了战袍 跨不了战马 要想抓他 大可公开下诏 如果公开下诏他不来 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 怎么可以用这种狂骗殷灰的手段呢 难道大宋皇帝拿江南朝廷 就没有办法了吗 你 你放肆 竟然大言不惭 朕要不是看你寒息仔有点财气 立刻就宰了你 嗯 这么久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啊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见到皇上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找找韩大人和大师 那你要小心点 嗯 小玉 我们回永乐宫吧 好的 夫人 你站住 你们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鬼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放开我 说 放开他 是 是 请问你是谁 你是宋宫廷里的人吗 你是嫔妃吗 你来多久了 你看看我 你认识我吗 你又是谁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夫人 我们夫人还没说什么呢 你倒问那么多 小玉 别吓着这姑娘 这位姑娘是谁啊 你怎么可以跟着我 到这儿来了呢 你不仅模样跟姐姐长得像 说话的样子都很像 你姐姐 你说的是 我姐姐是江南国后召惠娘娘 江南国后 是 姐姐聪慧先德 与国主夫妻情深 却添不价念 没想到 夫人与姐姐长得如此像像 原来画像上的人 是江南的昭惠娘 夫人 我来这里 是求皇上放了我国主 刚才我冒犯您 请您多谅解 我国主现在已经命在旦夕 请您高抬归手帮帮忙 拜托您 拜托您 拜托您了 我 夫人 姐姐要是底下有志 现在一定心急如焚 夫人 您的大恩大德 向女子莫痴难忘 求您了 好 我带你去 谢夫人 出去 全都出去 是 皇上 韩大人怎么样了 韩大人 韩大人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的 这是皇上 江南堂国前宰相周松之女周嘉敏叩见皇上 皇上你出去出去出去 是臣妾带她来的 她刚才无意中闯入了永乐宫哭哭啼啼 这这御书房怎么能随便进入呢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你再说一次 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子周嘉敏 起来说话 谢皇上 你也是为了李玉儿来的吗 是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 敢为了她来此 不怕朕治你的罪吗 皇上 如果国主有难 小女子也不想活了 既然救不了国主 皇上要治什么罪 小女子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你就是鹅皇的妹妹 你就是鹅皇的妹妹 那个让李玉遗情别量的女子 就是你吗 不 姬父只是 你不要告诉朕 她只是多爱你一个 那是她不负责任的话 她骗得了你 可骗不了朕 你姐姐 你姐姐 完全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才往生的 你居然还有脸为了李玉来求朕 皇上 皇上 皇上如果只是为了替姐姐出一口气 那国主被扣留 也没有怨言 姐姐死后 我和国主都愧回难党 如今朕可求仁得仁 死而无憾 皇上 皇上 小女子告辞 慢着 你 你很勇敢 皇上 皇上 我与国主真心相爱 不管皇上为了什么理由赐婚 我都愿意退让 成全国主维护国总命脉的苦心 我们不敢违逆皇上 但是 国主远来迎娶 这份诚意 皇上没有理由用诈骗的手段 把国主扣下 皇上 皇上 请皇上放了国主 所有责罚 小女子愿意替国主承担 当初 恶皇要是由妹妹一般的勇气 我们的情 又怎会无疾而终呢 赵婆 醒醒 你可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的兵马已经全部带回来了 好 我也选好了地点设好路障了 等吕翼的人马移过黄河古道 咱们就下手 好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让他们预先埋伏 国主 有没有寒老的消息 没有啊 国主 一下官看 您还是换一套小兵的衣服 先逃出去吧 朕逃出去了 那你们怎么办 不行 国主 要做一起走 朕是不会单独走的 国主 我们都是文官 不会打仗啊 你下去吧 朕再来想办法 国 是 臣告退 徐大人 国主 下雨了 屋子里潮 小的跟太医拿了一些 去梅去湿的干花草 给屋子里熏点香气 放着吧 是 后德 在 把随行太医叫来 快去 是 来 朕要制造熏烟 趁农烟向外扩散之时 宋军冲入 我们就可以借机逃走了 朕在新柴和马粪中 加入了白信 草屋 这两个东西有毒 只要宋军他们进来 就会被迷昏 我们呢 就每一个人在嘴里 含上冰糖 用这块湿布巾 捂住口鼻 就可以避免吸入烟毒了 关门 是 是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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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火侧 在那地上 李国主 你还挺聪明的 本王以为你要往南走 没想到啊 我不是要回江南 干嘛要往南走 我是奉了大宋皇帝的诏命 前来结亲 但喜事还没有办 却一直被关在驿馆里 难道我不应该去问问大宋皇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能让他去见皇上 还有你 你不是奉了皇上的旨意 来护送我们到汴京的吗 你却这样对待娇客 难道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 本王很佩服你的胆识 没想到你不是往南跑 而是往西走 这倒是出乎本王意料之外啊 不过你以为这样 就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了 你做梦 晋王 既然事情有病 我们不如在这把他扣了算 等事成之后再向皇上禀报 相信皇上也会理解的 好 你们以为把我扣在北朝 江南就是你们大宋的吗 好了 别啰嗦了 来人给我拿下 是 保护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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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圣旨到 开封图引晋王赵光义接旨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宋皇帝赵曰 唐国主 唐国主礼遇与送联姻之事 应故终止 无庸在意 见朕旨意 酌卿护送李国主南返 不得有误 朕 故姿赵氏 受卿之息 亲此 臣 遵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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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有人不要命地闯到宫里 求了皇上 晋王 晋王 晋王爷 赵大人 皇上说了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要你们二位回京之后 去见他一面 好了 丢人 居然敢自作丢人 我主张 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来 你们让朕 怎么去面对天下人呢 皇上 是臣的错 你当然错了 而且是一错再错 你们想献朕于不义吗 罚奉半年 皇上 您是否还想统一天下 当然想 朕统一天下的步伐 从来就没有停过 但是做人的原则 更是不当变 朕对蜀地用武 却因为王权斌的处理不当 造成几万无辜生灵的丧失 朕 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才想用笼络的方法 来对付北汉和江南 朕不希望因为征战 而给百姓造成更多的伤害 统一天下 是要为天下百姓着想 绝不能为了统一天下 而伤害到天下人 那就本末倒置了 这一次 李玉回去会更加地小心谨慎 对我朝会更加地留意 如果想对他用记忆 那恐怕就更难了 那都未必 李玉信佛 我们已经在他身边安插了江政 江政就可以用佛来麻痹他 这一次 江政又救了他一命 朕相信李玉 会越来越信任江政的 皇上 依臣看江政已经导向李玉那边了 他未必可靠啊 是啊 江政对李玉的关心并非假意啊 他这个人还是有问题 江政不是导向李玉那边 而是导向佛祖那边了 他现在的心已经真正出家了 所以他才能够扮演好这个角色 江政这个人 朕很放心 朕就能够扮演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就不怕朕担心吗 我告诉宋皇帝 要是国主有什么不测 我也不想活了 你还瞎说 下回不许了 宋宫有一位花蕊夫人 跟姐姐非常相似 他就算长得在下 也不适合皇 恩师 国主和大宋的联姻是吹了 这倒是便宜了周家二交界啊 那周家敏过后是当定了 这事儿连大宋皇帝都知道了 没得争了 你就认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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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